特朗普的支持者,本來就說在2021年1月16日之前 如果國會不能夠阻止拜登當任下一屆的總統 那他們會有行動了 那有什麼行動呢? 今天已經是2021年澳洲這裡1月18日 也都是在美國現在是1月17日 換句話說,限期已經過了 我們看到什麼出現呢? 在美國各州的主要城市 通常是州首都 州的最主要城市 都有很多持槍的人出來走走走走給大家看 到目前為止,暫時沒有任何衝突事件發生 只要出來走走走走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過呢 就帶滿了很厲害的槍械 當然了,老姨不懂這些東西 我看來都是槍一支 到底有多大的威力,我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大家上網炒一炒 就發現 在過去的十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在美國每一個大城市裡面 都有一些人 是持槍出來 巡遊一會兒 也都沒有跟任何人發生任何衝突 可能大家都知道 你又拿著槍 我又拿著槍 任何衝突 大家都不好的了 所以就沒有什麼衝突事件發生 這個是好事來的 我們希望呢 真的可以和和平平 真是過渡了 就算說什麼和平和平都好 到目前為止 已經是有若干人士 因為這個政權而交死亡了 所以我們已經不可以再說 民主政制一定可以有和平的權力 現在不可以 但是呢 我們仍然希望呢 就是呢 在未來的幾天 美國不會再發生任何流血的衝突事件 尤其是有關新總統上任 但我們都見到了 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已經是部署了超過二萬四千名 是國民警衛軍 而這些國民警衛軍 全部都是河襄實彈的 而我們也有想見到這些軍人 在國會的大里石地放在上面睡覺 有些美國的市民見到他們的大兵門 要這樣睡覺 就說準備中籌幫他們買床育 你猜他們在那裡睡很久嗎 跟他們買床育 哈哈 不過無論如何 這是表達對這些軍人的尊重 也不是問題 不過 幫他們買床育 你真是想他們在國會 以後都在那裡睡嗎 不是這樣的事 過完這幾天 應該沒事 可以回家 希望可以回家 為何要幫他們買床育 我真是不明白 這些士兵習慣了 在野外都是這樣生活的 睡著大里石板 有什麼大事 無論如何 他們的心 有心 都是好事 不過 好像要他們在那裡長住 這就不太容易笑頭 好喔